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是陈小楠 在过去的14年的时间里 我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个有关人 人生 或者说命运的这样一档节目 刚刚那位讲者他提到了一句鲁迅的话 我觉得特别好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这14年来 其实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我算了一下 大概14年 因为我们是2003年开播的 我们做的大概是将近800个人物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其实你听越多的故事 听越多的这种跌宕起伏 等到这个故事讲完了的时候 你会觉得越来越无话可说 因为没有什么语言可以真正来形容 你听完这样的一些故事的滋味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准确的语言 可以为我们描述出人生的旷位 而且呢 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时代的历史的这种背景面前 其实所谓的人生 所谓的命运 所谓的人 何其之大又何其之小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放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 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 你的灵感 你的天才 但最终你发现 你写的剧本还是敌不过命运这个大导演 被很多人所写下的剧本 所以今天在这儿我就想给各位说几个 被命运之手写好的小人物 普通人的人生的剧本 好多的电影你们知道都开场的时候 或者是电视剧都会有这样一个黑屏上面写着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但是今天我在这儿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我想前面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 本故事纯属非虚构 我先讲的这个故事呢 是我们叫它四块钱的故事 就是曾经我们在阳城晚报上好像是 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豆腐块的文章 特别小 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做 多年黑户终得身份证 就是说有一个老大爷 他等了三十多年 他没有身份 是黑户 然后终于这个身份证交到他手上的时候 他特别激动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恨不得把这个身份证给表在墙上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挺诡异的 所以我们就顺藤摸瓜 就找到这个老大爷 想看看这背后是什么故事 果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 我觉得是让我们有点瞠目结舌的人生故事 这个老大爷 他的名字叫曹瑞华 当年十七岁的时候 五十年代 他呢 去给工厂去买班手 拿着工款 一百块钱 然后呢 剩了四块钱 买完了以后 到晚上了 财快也下班了 正好呢 他去食堂吃饭 看见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工友 那个工友没钱 买饭票了 缺四块钱 后来就说 你要不你先借给我吧 他就把这四块钱借给了这工友 那么第二天呢 他工友把钱也还了 他呢 把这个钱也交给了会计 也入了账 报了销 但是几天以后突然就来了一群民兵 到他们的工厂里 在众人的瞩目之下 宣布说曹瑞华挪用工款 贪污 现场逮捕 然后就把他给带走了 然后他走出那个大门的时候 他说他整个人是懵的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贪污吗 他说我长了17年没听过这个词 贪污 后来他就被投到了那个农场去改造 当时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实现 后来很快也就文革了 所以这个社会也就乱起来 他一直在这个农场改造 也就住下来了 那个年代吧 在文革当中有一阵子流行 在这个人民群众当中抓特务集团 然后他们那儿就开大会 就宣布说 有一个特务集团就在我们这儿 叫反共护国军有500人 他们要挺进大别山 他们的司令已经被抓了 现在这个反共护国军的上尉连长 就在我们这里 然后这曹瑞华还说谁呀谁呀 开大会太特兴奋 谁呀谁呀 哎呦 这新鲜事 然后就听领导在上面怒吼说 现在反共护国军的上尉连长 曹瑞华请你站起来 啊 他说怎么会是我 他就下意识老老实实站起来 然后旁边就是山呼海啸的这个呐喊声 那个时候他用了同一个词 他跟我说 他说还是懵的 他的人生的这个剧本啊 是别人写的 没有人给他读过任何一行 后来呢 他就被发配到 反正还是在农场改造嘛 就去喂猪 勤勤恳恳 喂猪 猪喂得也不错 几年以后了 有一次领导来视察 然后他就赶快跑过去说 领导 领导 我这事怎么说啊 领导说你什么事啊 我不是上尉连长 我不是反共护国军啊 然后那领导说 你早就被平反了 你不知道吗 还是没人给他读过他的人生剧本 但是他还是在农场改造 大概又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已经到八十年代了 你想想 多少年过去 二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后来呢 当时大家都挺同情他 因为他也回不了家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家 有个军代表就跟他说 你呀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 开个假证明 但是呢 没有人能接收你 你就偷偷走了吧 但是你没有身份了 你走不走 然后曹瑞华就想说 那我还是得走啊 就回家了 回到上海以后 那个年代 如果你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证 没有户口 没有档案 那么你就 没有粮油 没有工作 当然没有房子 更重要的是 没有人证明你是一个好人 所以三天两头 一有什么嫌疑犯呢 一有出什么事 公安局就会把他抓去审一番 然后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当地的小孩都特别怕他 一见他就跑 就觉得他是个坏人 这就是曹瑞华给大家看看 在他50岁的时候 他说我还是一无所有啊 真的是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 没有房子 没有房产 他后来还结了两次婚 但是因为所有的财产 不能写在他名下 所以离了婚以后 他还是家屠四壁 所以就是叫做彻底的一无所有 那个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工作呢 就叫做推桥头 就是说 比如说在上海有那种小桥 别人骑车上不去 他就在后面推一下 推一下五毛钱 有一次他就推到一个他的小学同学 人家回头看了他一眼 哎呀 他简直觉得无地自容 但是呢 在他50多岁的时候 他碰到了一件事 有一次呢 他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被撞了 然后就没有呼吸 死过去了 然后人家就给他拉到了火葬场 马上就要烧的时候 突然发现说 没有身份证啊 不能烧 诗缘不明啊 几个小时以后 他就醒过来了 真的 然后人家就说 曹瑞华你命大呀 幸亏呀 我就问他说 我说 人家跟你说这个头 你是什么感觉 他说 那我表面上我就跟着大家一起笑嘛 我肚皮里知道我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吗 因为他是上海人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有一种很无辜的那种神情 当然他就申诉嘛 申诉了很多年 最终在他59岁的时候 他拿到了他的身份证 然后他说了一番话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 身份证啊 身份证是什么 有时候我看见 很多人把身份证随便乱放 我简直我气死了我 那是命根子呀 命根子呀 怎么能随便乱放呢 你看我多么珍惜 那是我的灵魂啊 真的他用了灵魂两个字 但实际上你看 曹瑞华 上海老人 一口上海话 我实际上在采访的时候 他真正说 扯到灵魂这个高度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绝无仅有 因为他 怎么说 其实那场采访 是一个让我头疼欲裂的 非常非常艰苦的采访 他可能会把我们当成是 所谓生活广角啊什么的 这样的记者 所以他不断地在给我们倾诉的是 他现实上的一些苦难 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还没有医保啊 我的公交卡还不能用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是不断地在现实和过往 回忆当中 跟他进行一个非常艰苦的拉锯战 比如我说 你讲讲当年那个抓透大会 是怎么让你站起来的 他们讲了没两句就回来说 钱小姐 你看我这个公交卡应该怎么办 当时非常痛苦 头疼欲裂 非常崩溃 但是后来想一想 这才是他 这就是他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他就是被时代的这个巨大的烟尘 给裹挟在一起的一列小沙子 然后拍到一处 还没站稳 又给拍到一处 当时我们在节目里呢 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不知道是谁的小拇指动了一动 他的人生就离自己人生的原点 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这就是曹瑞华 小人物的故事 他最后怎么总结自己的人生呢 他说陈小姐啊 四块钱 四十年 太贵了哈 好 这是曹瑞华的故事 曹瑞华呢 他说他是住在上海 我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 也住在上海 但是住在上海一个特别特别偏远的一个郊区 偏远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要坐那个百度 过去以后呢 还要坐将近两个小时的车 才能到他住的地方 据说那是一个上海外来务工的人员 聚居的那样一片地方 但是有一次我们在香港的办公室呢 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这么一个偏远标区的 上海偏远郊区的这样的一封信 这个信上呢 这个人他说 我是一个台湾间谍 而且我觉得我是在大陆唯一公开身份的一个台湾间谍 找我们什么事呢 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去联系台湾政府 这事听起来我们也觉得匪夷所思 所以呢我们就到了上海 采访了这个叫坎中干的老人 坎中干真的是一个台湾间谍 而且呢他还不是 其实以前我们采访过一些那种外围的小间谍 一些经济间谍 他不是 坎中干是一个50年代在台湾的一个顶级的间谍人才 他上的是专门的这种间谍学校 而且一层一层的选拔 最终是由蒋经国来亲自受训的 而且呢 我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大间谍 是一个顶级的间谍呢 他最终被委派的任务是到大陆去执行 爆破和刺杀军政首长的任务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间谍可以干的事 所以可见坎中干 应该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天分的 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 他呢真的就被委派了 爆破和刺杀军政首长这样的任务 到了香港去待命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热血沸腾 他一心想着要去大陆 拯救水深火热当中的大陆人民 他自己的父母也在大陆 他也希望能团圆 但是呢 到了香港以后 他在待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就是他恋爱了 而且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是一个军官的妻子 那时候坎中干22岁 迎来了他的初恋 一下子爱得昏天黑地的 因为他整个的人生都是和父母分离 从小是在一个非常冷酷的环境下 又进行这样非常冷酷的间谍的这种训练 突然而至的这种温情 让他如痴如醉 两个人真的也是爱得如痴如醉 那这时候很快就被发现了 所以上级就跟他说 要把他送回台湾去接受处分 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他没法割舍自己的这个感情 但上级说如果你能割舍 好 这个事就过去了 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选择 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主意 私奔 私奔到哪儿去呢 私奔到大陆去 他想两个人私奔到大陆 他先把这个重要任务执行了 然后回台湾去 叫做戴罪立功 两全其美的办法吧 然后他跟他的情妇小珍一说 两个人一拍即合 欢欢喜喜拉着手 就过了罗湖 他说在过罗湖前后的那几个小时 几十个小时 是他人生当中狂喜的时刻 到了大陆以后没多久 啥也没干 就被逮捕了 可见呢 也很早就有人把他盯上了 然后把他送上一辆车 小珍带上另一辆车 两个人回头看了一眼 什么话也没法说 到了提兰桥监狱 他被判了22年 小珍被判了5年 他说有一次在提兰桥监狱 他在二层 看到了小珍一眼 小珍在底下放风 满脸就是苍白 好像是完全没有晒过太阳 没有雪色 然后我说他也没有办法说话呀 这就是看了最后一眼 后来在22年的时间里呢 他也不知道小珍去哪了 但是他说每天思念小珍 就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而且在那么绝望的 完全是绝境的人生当中 他觉得这是他人生里唯一点点微弱的灯火 还没熄灭 22岁进去 44岁出来 他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小珍 因为他听说小珍在某个农场等他 但是他不知道是哪个农场 他就找了好多地方 最终打听到了一个农场 然后他给我讲的那一刻 特别像一个电影的画面 他说他当时站在一片雪地当中 因为下起了鹅毛大雪 他至今记得那个大雪片 真的是鹅毛一样大 然后他站在漫天的这个雪地里面 也没有车 他在那儿拦车 等了很多个小时 他说我的内心是滚烫的 又有恐惧 又有兴奋 终于最后拦了一辆拖拉机 然后乘着这个拖拉机 哒哒哒哒哒哒 就去了这个农场 但是到了那儿以后 人家就跟他说 你怎么不早点来呢 小珍呢 等了他17年 到最后5年的时候 生了一场重病 差点死了 然后有一个老右派把他给救了 他就嫁给这个老右派回了上海 所以坎中干马上就又回上海再去找 我记得他说好像是在某个单位的办公室里 最终把小珍给找到了 他一推门 小珍一回头 两个人谁都没认出对方来 然后定定神 44岁的坎中干 50岁的小珍 后相认出了彼此 然后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句话都没说 你们想看看 坎中干长什么样吗 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照片呢 和他现实生活中 还稍稍有一点出入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跟我们聊天的坎中干 特别地谦卑 特别地局促 显得也很瘦小 所以如果不是他至今能倒背出 小珍给他写的几十封情书的每一个字 如果不是他讲到这段爱情的时候 眼中放出的那种 让人非常亚裔的那种光芒 我觉得我们很难想象 这么一个七情的 这样的一个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会发生在这样一个躲在上海 偏远郊区的一个楼群里的 瘦小的老人身上 我们一去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让我相信 他讲的这段爱情是真实的 是因为他给我看了一封信 一去他就忙不迭地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那个信上面的字体特别地娟秀 字里行间就完全像是言情小说 这个信不是写给他的 是写给他弟弟的 大意就是说 我和老凯见面太痛苦了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这个就是小珍给他写的这封信 他天天揣在身上 想看又不敢看 每次看又觉得特别特别地痛苦 其实我们去找坎中干 他特别特别地紧张 因为他非常怕别人对他好奇 他一生最怕的就是别人对他好奇 他住在这个楼群里 周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是谁 我们比如说搬着这个摄影器材 他还把他吓得够呛 小点声 小点声 他就非常怕他的邻居们 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殊之处 可是呢 他一直还保持着一个老透的习惯是什么呢 他随身带一个小本 记录着楼上楼下每天干了什么 他每天最大的一个生活内容 就是去社区的图书馆 然后呢 最喜欢看的还是两岸关系 其实我们采访完了之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还仍旧在给我们写信 就是让我们想把他的信呢 通过什么渠道转给台湾政府 但是我知道这非常非常难 因为他的信都是杳无阴信 实际上在他当年被捕之后 台湾政府据说是已经宣布他死亡了 最后 坎中干是怎么总结他的人生呢 他说 陈小姐大概我就是不太适合 我这个个性不太适合当间谍吧 但是有一件事他说得特别理直气壮 他告诉我一个秘密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还住在上海吗 这里这么贵 我知道小珍在哪儿 我知道他现在身体是什么 他有高血压 我知道他儿子在哪儿上大学 我现在人生剩下来唯一的任务 就是等着他的先生死 看中干的故事 实际上这些年我们曾经在我们节目的一个周年纪念的时候 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曾经试图联系他 但是已经失去联络了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不知道他有没有最终等来他和小珍的一个爱情的大结局 再来讲一个故事 看中干他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这个主人公其实联系了很多次 他都不太愿意接受采访 最终他出来讲的时候已经82岁了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起点什么 这边这画面有多少人认识 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 英雄儿女 英雄儿女里面有一幕 特别著名 就是英雄王成在一片炮火当中向自己的战友呐喊 向我开炮 然后他牺牲在了向我开炮的那一刻 我们看这边的这个 就是英雄王成他的原型 他叫蒋庆全 这个事情原本在生活中是发生在他身上的 但是呢 英雄王成他的生命是定格在了向我开炮 无比英雄的那一刻 但是他的原型蒋庆全 他的人生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了一场截然相反的旅程 我们总说这个人生的剧本有时候比电影的剧本更加地吊诡和不可思议 实际上在蒋庆全真正喊出向我开炮的那一刻 没有我方的炮火 向他袭来 因为我方当时没有炮弹了 所以蒋庆全是被敌方的炮火给炸晕过去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一个美国大兵正在踢他的身体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 完了 我没死 他成了战俘 所以蒋庆全从那一刻开始了一个战俘的人生 他后来呢被关到了战俘营 韩国的战俘营 然后九死一生选择回到了中国大陆 我们可能也都知道 当年在这个战俘营是经历了非常血淋淋的这样一场甄别 所以最终能选择回到大陆的 应该讲真的都是冒着极大的生命的代价 然后回到大陆的时候 后来他背了一个处分 复原回了家乡 五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村里放露天电影 放英雄儿女 他一看 这个人说的是我吧 这是我吗 这就是我啊 然后他当时正好抱着他的孩子 他就把头抵在孩子的后背 偷偷地哭 然后回家又在自己被窝里偷偷地哭 哭了一个月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因为实际上 不仅是那一刻 直到后面的三十年 他从来没有跟周围的人说过 他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 也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儿子孙子说过 他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 因为更别提是英雄了 你只要提你是打过仗 他觉得别人必会想起战俘的这一个 他自己认为巨大的一个耻辱的标签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 他就是王成 是谁呢 就是当年写那篇战地通讯的 叫洪如的一个人 当时呢 他在喊出向我开炮 他是一个布画兵 布画兵那头 听到他喊这个话的人叫陆洪坤 陆洪坤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战地记者洪如 洪如马上写了一篇通讯 这个通讯大家都觉得特别地感人特别地好 但是就在这一刻马上要发表的时候 我方得知蒋青泉被俘了 所以马上这个通讯就被撤下来了 但是这个故事后来还是被改编成了电影 电影放映的时候和红炉 其实后来几十年间他一直在想 蒋青泉在哪 他还活着吗 他知道自己就是王成吗 他知道自己是个英雄吗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那么他给多遗憾 所以呢 这几十年的时间里 红炉一直没有放弃一个努力 就是一直在找蒋青泉 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吧 电影传奇他们播出了一个对英雄儿女这个节目的采访 其中就采访了红炉 红炉他当时就明确地提出 我要寻找王成的原型蒋青泉 这个时候这个节目恰好被村里的辽西的小山村 就蒋青泉住在这个地方 他的乡亲们看见了 然后告诉他儿子 说好像电视上说你爸的名字呢 他儿子赶快跑来问他 蒋青泉说 重名重现的人多了 肯定不是我 他还是不敢承认 因为他觉得没有人会相信他是英雄 而且只要一谈到这一段 战俘两个字就会浮现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就又过去了 直到又过了很多年以后 红炉带着另外一位老人 来到了辽西的这个小山村 找到了蒋青泉 蒋青泉一看来人 扑上去抱头痛哭 然后喊着 你来了 我就有证明了 这个人就是当年他喊 向我开跑向我开跑 不滑稽那一头的陆宏坤 所以陆宏坤的出现 才让蒋青泉敢于承认 他就是王城 我们采访的时候 他刚刚承认这个事情不久 我们来看看82岁的蒋青泉 是什么样子好吗 蒋青泉其实他在82岁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特别地惊讶 因为三十多年 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 讲起过他的参军打仗的这些故事 也没有讲过在战俘营的这一切 可是他对每一个细节 像过电影一样地给我叙述的时候 都特别地清晰 画面感特别地强 所有的事情他都记得 一气呵成 而且他生如红中 还像一个战士一样 讲话的时候也是腰板挺直 比如说他给我讲 他很朴实 他说他原来是被国民党抓撞钉 后来他就太小了 就跑了 跑到这个路上又被共产党的军队看见了 说小鬼你留下来吧 我说你这回怎么没跑呢 还是那么苦 他说我班长对我特别好 因为他天天给我洗脚 这个就是最朴素的一个概念 让他爱上这支队伍 爱上这些人 然后从此他认为自己就是应该无比地忠诚 而且他讲到打仗啊 讲到战俘营 所有的那些都像讲别的人的事情似的 就经常就是放声大笑 后来呢 他就给我讲到说 最后的那一幕 像我开胖的那一幕 他说当时啊 这个天上是叫一个蓝亮 一个蓝亮的 地上掉一根针都能看得见 然后他身边就是扑扑扑的声音 就是占有倒下的那个声音 160个人 当时只剩20个人了 然后没有人领导 所有排级以上的干部全部阵亡 这个时候上级就说 你暴化兵 你现在就是阵地的司令 然后他就把他的阵亡的这些战友 一个一个挪起来 他坐在上面死守 他说当时他都看见美国大兵 冲他走过来 40米 20米 10米 最终他看见了 那个美国大兵钢盔之下的愤怒的眼神 他说看得真真的 然后那一刻他就 向陆宏坤喊 向我开胖 陆宏坤就说 那你太危险了 他就说少废话 然后他说 最后他晕倒之前 他看见天上是有一抹血色 特别清晰 惨红 他的余光 看见所有的战友都趴在地上 已经起不来了 然后就在地上翻滚 或者是挣扎在那摸武器 讲到这一刻的时候 他突然一拍我的大腿 然后说 大侄女 你看 我都把你说哭了 谢谢你 然后 然后 这一刻他就放声大哭 哭了很久 就是 可能我觉得 只有这一刻吧 他突然发现 好像 有人听他的故事 听到如此的身临其境 然后他像一个小孩一样 就是委屈的 放声大哭 在此之前 他全部是谈笑风声的 蒋青泉这个故事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片段好吗 会不会觉得来得太晚了 不晚 不晚哪 红活一辉人 真正在人前 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等于给我的又一次生命 这红老真正找了十十多年 陆欧昆也在找 找了十多年 这是何种 何种的感情 有什么语言 什么啥可以表达 我说不好 谢谢 谢谢 同学们 不行啊 你讲在这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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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证明了你 发现敌人报告的情况正确 所以我们要使用了他消灭 事件就不住 哎呀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青泉其实私下还告诉我一个小秘密 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炮兵 他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年那个炮为什么没炮 为什么没有把它炸死 他说他甚至有一次 很多年以后去参观一个军事博物馆 他到了炮兵那个橱窗的 前面他差点给人家砸了 就是因为没炮 他觉得整个让他过了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生 我们也不是都采访中老年男性 老大爷 也有老大娘的故事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个老大娘的故事 你可以先看看 这个人叫文香嫂 他在海边开了一个特别小的小旅馆 只有十几间房 二十多年了 这个小旅馆还是这么大规模 可是他在当地特别特别地有名 为什么呢 文香嫂呢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他没事的时候就到海边去溜达 专门去看那些神色有点不一样的人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从海边捡回来一百多个自杀的人 他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是看到一个逃婚的姑娘 然后陷入人生的绝境 想要自杀 他就把她请到自己的小旅馆里 然后陪着她 最终送她重新回了家 然后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这二十多年里 他捡回的这一百多个自杀的人 有外遇的 有被强奸的 有破产的 有找不到工作的 有打游戏 离家出走的 有传销的 有得了绝症的 等等等等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啊 你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的形形色色地陷入人生绝境的人 都拉回来 他说我有什么 我一农村老大娘 我也没文化 我有什么特异功能 我有什么绝招啊 我就是给他们煮碗热汤面 陪他们哭一场 然后再给煮碗热汤面 然后再哭一场 他给他们专门准备的这个旅馆的房间一定是有两张床的 一张想自杀的人住 一张是他住 整晚上都不敢合眼 然后我也问他 为什么呢 他就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话 他说我不能撒手啊 我是最后一根稻草 我不能撒手 但实际上当他把这些人重新送回原来的生活之后 他撒手撒得是非常彻底的 因为回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人 很多人给他写信 给他打电话等等 各种方式找他 他都从来不回 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是死过一回的人 他们肯定不会再想到这一刻 不会愿意再想到这一刻 他也不希望他们能记得这一刻 记得他 所以我们到那去的时候 他也是坚决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一个 他曾经救过人的这种联系的方式 其实文香嫂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 可是我觉得特别的奇妙 因为我始终觉得这个故事 确实也有一些导演看了来找我们 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本子了 真的像散文一样 因为文香嫂 她的这间小旅馆 想想看 特别像一个大戏台 迎来送往 事态炎凉 悲欢离合 是各种各样地陷入到人生极致状态的人 和她在这里相逢 她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样本 而且在过去的这二十年当中 可能这些人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这些极致地悲欢离合 在她的这个大戏台上 或者在她的这个万花筒当中 其实一一上演 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个时代变迁 最真实的一个缩影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也挺像文香嫂 我们其实也是和文香嫂一样 在人生的海边不断地溜达 不断地群寻 然后非常有幸地 捡到了一个又一个的 我们所认识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 比如就是他们 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谢谢这些讲故事给我们的人 我们因为非常偶然的机会和他们相逢 然后坐下来 有几个小时非常深入地交谈 他们给我们放了一场 他们自己人生的电影 然后我们互道珍重 在各奔西东 其实你可以看看 曹瑞华 坎中干 蒋青泉 文香嫂 没有哪个人长得 特别像一场电影的 男一号 女一号的样子 是吧 没有哪个人特别像是一个真的非常光鲜的电影的主人公 可是他们的故事在我们心里有了那么多的触动 有时候我会想可能真的随便你走在街上擦身而过的 这可能就是他们 也许这些故事就会发生在现场在座的你我和她的身上 可能确实 还是刚才那句话 无数的远方 无数的人都和我们有关吧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不是每一个人长得都像电影的主人公 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的男主角 女主角 可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 又有谁是配角呢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这场人生的主人公 谢谢 谢谢